让我们两岸同胞都用牢记历史,缅怀先烈,真爱和平,团结一些啊。 即便当时抗日的主力是国民政府,习近平也把抗日一事全都揽在身上了,而连战再加码。 和大陆同胞一起迎接了胜利的来临。 这情况立即引发总统府抗议,对外表示,无论是正面或敌后战场,当时都是国民政府所领导的。 而下午连战参观宋庆林的故知,就被问到这个问题。 看不出连战是不回答,还是装作没听到,而北京行的发言人张荣公则对话强调,两岸要共普史料。 只过连战一趟北京行,已经把抗日的主体对象,错置成国共双边政府,再提史料,也难怪有没有一出,在台湾立刻引发反弹。 这有林达里利,中文报道。 前副总连战是执意要前往北京来参加,阅兵到底为的是什么呢? 现在就有名嘴踢爆了,说青春连战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要保住连战,在中国大陆的事业避免遭受清算。 而此外从随行成云也能看出,连战除了捍卫家产之外,还要巩固当产。 也不顾各界骂声连连。 连战,你回来了,你终于回来了。 滚打荣誉主席连战,大陆阅兵之旅硬是要去,究竟为哪装? 拧嘴惊爆,我妈是因为连爷爷有不能说的苦衷。 通过连战,通过这样的一个场合,有重要的人出面,有习近平的这个默许,整个连家在所有中国大陆的事业,才会有不只保住江山,这个不会被清算,甚至呢,也不会停止。 林泽宇出京人,许久在中国的事业,从连家新妇大管家徐立德,掌管上海瑞东医院,到连家子女,林慧欣,连胜文乃至连胜武,算叫连家在对岸事业投资就有近百亿。 无论财务扛行榜公布他,那过去像他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,其实没有人被公布过。 不只防止事业在大陆被清算,林泽进一步提报,从这次水连战部中的访问团成员,包含、焦右伦、吴定武等大老板,甚至党政人士,他们在大陆经营事业体,其实都和以连战,徐立德为名,成立了五大创投公司有相关联。 换言之,连战此心意义,不仅是为了个人,恐怕还是为了整个党。 连战这次,去了之后的意义非凡,因为对他来说,未来即使国民党成为在野党,那他还是扮演着国民党在两岸的第一买办。 他们联习在相会,恐怕连战拼的历史定位,也是越拼越耐取位。 这才被宣布报道。